大家知道南韓很喜歡跟中國爭一些傳統的 包括泡菜 泡菜我們大家都叫做Kimchi 就是韓國的 他們當然很喜歡吃 這個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要看看 中國其實也有很多醃製類的蔬菜 由我們廣東人比較熟悉的 尤其是我的客家人 梅菜 或者潮州的鹹酸菜 又或者我們上海的雪菜 我們在香港都很常吃的 葉製類的蔬菜 其實除了這個 我們台灣也有台灣的泡菜 在四川有四川的泡菜 當然日本也有自己的泡菜等等 各地都有不同的泡菜 當然每一個地方自己的做法 會因應自己的環境之類有些不同 譬如梅菜 我太太喜歡用梅菜濕 甜甜的 但我家裡用真是梅菜 客家的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但我現在在這裡 很難買到我鄉下的那些 所以 不知道我有什麼機會 可以再吃回以前 以前小時候媽媽的味道 譬如雪菜 這裡我們可以自己製 因為我們有朋友 又有雪菜的種子 所以我們自己種到雪菜來吃 雪菜本身 如果未醃製之前 是苦的 苦瓜 那些苦味 我們通常可以用鹽擦擦 放在雪櫃裡面 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 變成雪菜 挺好吃的 這些醃製很多 這個泡菜國 南韓 大家知不知道 在2020年 他們裡面的泡菜國裡的泡菜 來自哪裡 南韓? 錯 不是 這個泡菜國裡的九成泡菜 來自中國的山東省 一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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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你 人兆鎮 在這個地方 在經過幾年的 治理之後 發展了一個泡菜的行業出來 已經很簡單 泡菜用來用大白菜 我們在這裡 黃牙伯 黃牙伯這件事 為什麼 通常把菜要醃製來吃 通常有它的原因 譬如雪菜苦 所以醃了它就沒那麼苦 鹹菜 它本身的芥菜 也有苦味 所以醃了它就好味 我相信梅菜用的梅菜 都可能有同樣的狀況 我不知道 我沒有這個配方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 很多時候 要醃製 一個原因就是 菜本身有點苦味 第二個原因就是 它很大棵 好像 芥菜 很大棵 或者是 黃牙伯 很大棵 很大棵 你在田入 一棵 一棵 不是一棵 兩棵 一棵就好多 你到 要收割的時候 多得那麼緊要 那怎麼辦呢 通常就醃了它 很簡單 用鹽拆拆它 就醃了它 但是 最後它就發覺 咦 放些紅蘿蔔 放些蘿蔔下去 爽啊 然後 放些辣椒 所以 各種各樣的業制 有不同的配方 跟他們 地區 家庭的做法 也很有關係 所以 韓國的 泡菜 他們就有自己的風味 但是 有時候 那些大白菜 盛產 價錢便宜 但有時候 天氣不好 那就大件事了 結果 那些大白菜 價錢很高 高到 就醃起來 成本很大 中國的人 有個特別的 就是看到有個商機 就會去追 有錢賺 當然是去追 所以 在 仁少鎮 面對的問題 就是 第一 他們本身有做很多大白菜 當大白菜 價錢高的時候 農民又賺不到錢 到價錢低的時候 農民又賺不到錢 為什麼呢 太多中間人 通常 梳果 由農民手上 去到市場買 經過五、六手 每一手都加 十至二十個巴仙上去 去到市場 大部分的利潤 被市場的人 賺了 農民自己本身 亦都沒有儲存能力 亦都沒有銷售能力 亦都沒有銷售能力 那時候 就被人禁住 禁住 禁住 你 沒有人跟你買 我只得我跟你買 可以押價 他們發覺這樣不行 之後 就不如 我們自己早起上來 自己開個廠 做 炮菜賣 他們的理念就是 既然我們要做炮菜 一定要做高質量 用高質量跟他們打 因此 他們現在打出 銷路出來有一個品牌 現在就 好像我剛才說 佔了炮菜國 國內銷量的九成 這個 被中國人打到 他們本身全倒了 現在很簡單 那裡有些打風 諸如此類 有的黃牙白 產量下跌 弄得很貴 貴到 不如買外面輸入 一個這樣的機會 就可以被中國的牌子打通了 我們知道 所有的業際食物 都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阿蕭酸鹽 這個走出來的東西 對警惡不是太好的 要出現這件事 通常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是有鹽 第二是有細菌 因此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好炮菜 記住 全個過程 第一 要肯定無菌 細菌越少 你出的消炎 是機會最小 第二 就是 低運 就算出現到 都沒有機會增長 因此 真正正的做好炮菜 所需要的東西 當然就是 菜疏本身漂亮 在自己地方 向自己農民收購 而且農民知道你一定收購 我中那麼多 就中那麼多 然後你訂單來中 不用浪費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本效益的問題 另外這就是 變成了農民 都跟這個企業 是一個合作關係 有份分紅 將自己本身的地 流轉給這個企業 然後就 在這個企業裡做回 那就是 又是BOSS 又是工人 這是最好的生產模式 而 因為大家和大家集中在一起 就可以做技術上的升級 於是可以做好一個品牌 但問題就是 你在這個地方 因為氣候問題 一出就全部都在這個地方出 那 就很不閒 但整年其他時間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沒什麼做 難道 那廠放在這裡 沒什麼做不行 因此現在開始 他們可以想到 我們山東是冷 所以成熟時機 就是 遲些 南方如何 就去南方收購 因此現在 中國可以在這個經驗模式之下 將人家的炮菜國 炮菜搶到中國市場 現在搞到他們 就開始要 奮發圖強了 大家想想 炮菜國想自己奮發圖強 想回自己的炮菜市場 那目標是什麼呢 這樣 這是政府政策來的 政府推動之下 應該就是 一定會搶很多 他目標是三十個百分點 三十個百分點 三十個百分點 就是說 現在 他們的炮菜市場 已經被中國打倒了 而 這個企業開始 就 多元化 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厚味的炮菜 我出不同的方式 不同地方 我用不同的方式 亦都用不同的原材料 你這裏喜歡吃這個牌子的 這種大白菜 這個地方去吃 這一種 分開不同的地區 更不同的 然後 這個就是 中央做生意 連 韓國的炮菜 在韓國裏面 在2020年 九成都是中國供應的 厲害嗎 厲害嗎